好有一阵子呢这种回转寿司这个开了好多家非常受的欢迎 不过后来发现问题挺多的 现在开始慢慢转型 大部分以现点现做为主 而转盘上特别是生鱼片呢 每次放的不多两三盘 因为担心客人如果不拿的话 放超过15到20分钟就不够新鲜了 那么另外呢一个卫生的指标就是姜片或是芥末 当然如果这样大量的放在盘子上 让客人自由去取用呢 它的风险是比较高的 而改用密封来包装 可以比较确保卫生 回转寿司怎样保持新鲜 控管卫生 师傅说现点现做最好 现在都是现点现做的比较多 然后我们会从冰箱把食材拿出来 不会维持在5度C以下 这样食材才会新鲜 好放上去 一做好马上转到骨壳面前 而固定在回转盘上除了姜片 哇塞比或是一些餐具 生鱼类通常每样直白2到3盘 均捡类最多2盘 避免海苔软掉不好吃 而海旦手卷绝对现点前作 至于茶碗蒸等热食更得在蒸过力保温 生鲜的部分通常是15分钟到20分钟之内食用完毕 如果超过时间 那个生鲜食材都会拿来煮味噌汤 这样以不浪费食材为主 不过除了煮汤 有的生鱼片也能变身成熟食 焰火炙烧鱼片别有风味 其实除了海鲜必须保存得到 姜片和芥末也要用米蜂包或小夹子才卫生 并且分别冷藏或冷冻 有了这些控管 顾客才能吃得安心 众人新闻 曾念讯路易台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